第三节中期运营思路 先来说一下沙漠掠食者的五人口 核心基半是三掠食者 然后阵容搭配的话 大嘴挖掘机 蓝人鳄鱼 然后最后一只怪呢 你可以是任意两星掠食者 或者两星鳄鱼 梦魇都可以 如果你挖掘机两星了 那么你可以上一只梦魇 否则的话 你就补一个掠食者 两星掠食者 或者两星鳄鱼都可以 这一团两星掠食者是优于 两星鳄鱼的 然后是水晶掠食者 水晶掠食者的五人口 就是以大嘴挖掘机 蓝人蝎子为主 然后最后一只怪 你就要么补梦魇 要么补 随便补一个两星掠食者都可以 还是一样挖掘机两星 你就挖掘机两星 就右先上梦魇 如果挖掘机没有两星 你就补任一个两星掠食者就行了 然后是第二点 运营思路 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个部分 在前面呢 有说到打完斯特伦之后 你要开始地牌 之后它会自动升五人口 地牌的时候呢 你就根据你玩什么阵容 去选择留什么牌 重点就是不要低官留16块钱左右 这波结束的话 就留16块钱 你这波打完 那么你就有20多 就最少都有20块钱 然后继续存钱 就为什么要留16块钱呢 然后这边来说一下 好吧 就是你如果留16块钱 无论什么情况 就算你是一胜一负 就最坏的情况 一胜一负 你吃不到那个连胜 或者连败的一个地席 那么你都能有50块钱的一个经济 来让你打完篮之后呢 去选择地牌最伤心 还是去拉一个人口 就属于一个半运半赌的一个玩法 斯特伦地玩之后就开始存钱 存到打篮为止 期间你如果白嫖到 门多梦魇老鼠都是可以留的 因为剧毒嘛 剧毒是一定要上的 然后你如果玩水晶的话 你有寒冰 就瓢到寒冰 你也可以留 这些牌呢 都是一张就过 只要一张 因为就是为了不卡你的利息吧 一张就行 超级半用的 然后说一个注意点吧 就是玩过履实者的人 应该都知道 经济对于履实者的重要性 有钱你可以追三星 也可以上人口 玩履实者这种赌的阵容 最怕上头 比如说你大嘴插一到两只三星 你很着急想出这个三星去索血 为了这一到两张牌 去花光你的钱是很伤的 你只考虑到了你现阶段 而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后路 去保证后续的经济情况 因此我平常的话 就算是八只大嘴 就差一只三星 我也不会去递牌 因为我想自己 我要保证我后期有钱 上人口 去找两星链金 跟其他人拼 所以大家玩这种阵容的时候 也一定不能上头 就你中期掉点血 没事 后期你只要有钱 你能够索血 实在不行就狗嘛 也能够嘛 你有钱就能上人口 上人口就什么墙上什么 就狗分就行了 你如果把钱花光了 没赌出来的话 那么你这把直接递八 就算是你赌出来的 如果你后期没有两星链金 你一样有可能进不了前世 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在石头人那波地牌之后呢 你要开始继续存钱 存到打篮为止 打完篮之后 你开始地牌 就追你产生那些没伤心的怪嘛 如果你核心牌没伤心 那么你就地牌去追伤心 核心点就是 这波你不管有没有追到伤心 你至少都要留四十块钱 留四十块钱 打完篮 就四干一这波不升人口 下一波四干二 你去进行升人口 因为这种情况 你就是你说不出伤心的话 你就要选择狗分 在四干二这个时候 直接升七 这里就是直接从五人口 升七人口 上门多和老鼠 抽生剧毒 这里是为什么 让大家前期就是 就中期 四段打完那波 就有门多老鼠之龙 留一张就行了 为了不考经济 因为打完篮呢 是海洋法 还有什么剑刺 这种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你如果光靠一只伤心大嘴 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三剧毒 来稳住你的局面 然后如果选秀 有链金的话 必拿 不管什么装备 什么装备都行 链金什么装备都行 有就拿 最后呢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升人口的一个时间点 首先就是五人口 三干二那波自然升级 三干一是四人打完 然后三干二就打完 你选完牌之后 那波会自动升五人口 然后就是六人口七人口 因为这两个 那那个时间 基本上是那种连在一起的 你一般升完六之后 下一波可能就直接拉七了 也有可能就直接拉七 大概就是四干二 或者四干一那个阶段 因为你如果打完篮之后 你如果收到三星 那么你可以直接拉六 慢慢拉不着急 如果没有收到 那么你就可以要 光速拿起来保证 你的一个血量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这节课的话 核心点还是蛮多的 需要大家去多多牢记 这些点 请不吝点赞